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2年9月16日 维斯贤破铺在即 周五凌晨 欧协联分组赛封烟四起 其中身处B组的施克铺将主场迎战维斯贤 两队实力不在一个档次上 再加上分组赛首轮一红一黑表现截然相反 金账自然看好维斯贤在天胜季 上仗取胜 对于九汉冯甘雨的施克铺来说 自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不过这并不代表球队已经摆脱了危机 要知道在此之前曾遭遇一波四场不胜的低迷期 没错 这正好就是施克铺开启双线作战之下的真实写照 过去一个多月时间里 球队没有取得过哪怕一次连胜 重压之下全队状态起起伏伏 攻守演出都面临到问题 欧战方面 施克铺在此前欧洲联第四圈布迪赫尔辛基 从而被降入欧协联 来到欧协联后 球队依然没有吸取教训 分组赫尔赫尔辛基 分组赫首轮再次遭遇失利 不出意外 他们在本组出现的可能性很小 更为不利的是 维斯贤乃英超净旅 且目前欧战正斩获连胜来势汹汹 即便金杖座拥竹长之力 施克普依然难尽厚望 今下 不仅仅是英超传统豪强在影员 维斯贤等球队的影员动作也很大 据此前天空体育数据统计显示 铁锤帮豪至1.39亿欧元排行英超第四位 引入基安路卡斯卡迈卡和卢卡斯伯基达等人 但在联赛中的表现不尽人意 六轮过后只拿到一胜一合四副排名倒数之列 也难怪会有球迷调侃到铁锤帮花最多钱 挨最毒的打 不过利好的是 维斯贤在本届欧协连发挥强势 班底更为丰富的他们可以轻松应对双线压力 连同上仗三比一轻松取胜在内 过去三仗欧协连军取得至少二球的胜利 期间基安路卡斯卡迈卡 查洛宝云和萨特宾拉玛军有抢眼表现 毫无疑问 他们依然会是维斯贤取胜的关键人物 此番面对近况欠佳的施克普 维斯贤剑指胜利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